就是有一些都是蠻大片的 那个乌青啊这样子 然后上然后这边背也有 40多岁的儿子 坚持要去柬埔寨当荷官赚钱 抵达前几天吃好住好 还传照片报平安 后来财经爵是做诈骗 想脱身回家没想到 外景过气了 他说要回来一定是被人家 被人家控制了 前去了之后就失联 失联期间被囚禁殴打 家属到处奔波筹钱 一共亏了40万给诈骗集团 才成功把人赎回来 为了打击柬埔寨人蛇集团 跨国救援行动如火如荼进行 只是当地台商也有难言指引 台商大多聚集在金边 最大两个台商协会也设立在此 至于西港因为是深水港 被大陆视为一带一路重要据点 加上往金边的高速公路 11月即将启用 大陆人跟诈骗集团纷纷卡位 也就是说台商基本上生活圈 八杆子打不着 人蛇事件爆发后 不少台商热心救援 但就有协会控诉 我国驻外单位 请被害人转向伤会求助 除外讨生活能力时间都有限 加上近几年西港环境比较复杂 就连当地人也不太敢去 硬要台商冒险去救人 实在为难 TVBS新闻 周玉峰 吴宇亚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